Wanna be free of this heart Yeah Wanna feel your arms around me Hello大家好我是Stella 今天呢是過年後的第一支影片 然後在這邊跟大家拜個晚年 新年快樂虎年行大運 其實還蠻多人問我說Stella你過年有幹嘛嗎 呃我想說的是就是有一個小baby 加上baby現在就是只有三個多月嘛 所以其實過年那時候真的是完全不適合去任何地方 我就是有帶baby回我娘家還有回我婆家 然後其他時間基本上都是待在自己的家裡 那過年的行程好像真的跟朋友的行程好像也是一次還兩次吧 非常非常的少跟以前相比來說 所以今年的過年呢我覺得特別的長特別的漫長 不過呢我們都熬過來了對吧 鏡頭前的媽媽們 那今天呢就是來快速的開箱一些我之前買的東西 但這些東西其實算是在過年之前買的 可是就是沒有時間開滿 那今天終於有時間可以跟你們分享 不過東西沒有很多就是幾樣這樣子 那第一樣呢是我頭上的帽子 我覺得一定有超多人會問 因為其實我好像蠻久沒有做這個打扮出門的 因為其實我蠻喜歡戴這種 現在是怎麼講 其實它叫鴨蛇帽吧 但是現在是比較流行的方式 叫說它是老爹帽嗎 這帽子是香奈爾現在最新款 就是櫃上現在應該還會有的款式 然後給大家近看一下 我就不脫掉了 因為頭髮現在非常的亂 星星然後Chanel的logo 然後你們近看的話 這邊有一個Chanel的logo 放在這個左邊的地方 然後整個是這樣 後面 大家看到後面嗎 完全不知道有沒有拍到 後面它是這樣子的一個設計 就是它主要有兩格可以調尺寸 因為這個帽子是one size的 所以我戴的話是兩個 扣起來的話剛剛好 如果你的頭尾小一點的話 我覺得你們可能戴起來會有點鬆 因為我的頭尾算偏大吧 我大概就是要戴58號的帽子 所以如果你頭尾再更大的話 這頂是ok 因為它可以把後面那個再鬆開一點 它裡面這邊也是有花樣的 我蠻喜歡這個設計 因為通常裡面可能就會是素色或什麼的 我覺得會比較沒有那麼好看 它裡面這個滿版的花樣 你看這樣側面看 都還是看得到 然後這個好像蠻多顏色的吧 但當時沒有什麼選擇 這個應該是深藍色 因為我沒有比較 但我記得應該有黑色還是白色之類的 那我覺得香奈爾他們家 現在就是帽子類啊 我自己覺得算是蠻難買 然後蠻搶手的 所以我看到帽子有貨的話 基本上只要是我喜歡的 我應該都會打包 這個就是當天也是毫無預期 我也沒有說我要看帽子 但就是我的那個銷售 他拿出來這個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然後重點是 就是你們看就穿個這樣位衣 然後戴一個帽子 然後我覺得重點是 要戴個大耳環 我今天戴的耳環還不夠誇張 但我就隨便拿了一個 所以這個帽子呢也是我最近的戰利品 那今天的品項其實就是 總共就是開四個 然後另外兩個 也是香奈爾 但香奈爾放在後面 我們中間現在先穿插一個 我早就想開箱超久的 一雙GUCCI的鞋子 我跟你講這一定要開箱 因為實在太美了 你們看這個鞋盒 這個啊 這個啊是我應該 我還在懷孕的時候 去專櫃上訂做的 這個是他們的 訂製鞋的一個活動 然後那時候我就有去參加嘛 然後我就有訂製了一雙鞋 然後這雙鞋 我記得也等了 可能有三四個月以上 然後他的盒子啊 非常的美 然後很特別 就是他們 是訂製鞋專門的鞋盒 然後非常非常的重 他外面是這種 用布這樣子包起來的 然後打開是這樣 裡面是 只剩其他的紙 因為這雙鞋我已經穿過了 他打開裡面 的 內裡這個其實是淡粉色 但有點拍不出來 他就是一個很精緻的鞋盒 那他裡面 他訂製鞋的鞋套 是附這種 特別版的 超好看 他本人是 玫瑰粉紅的這種顏色 重點是 他鞋套裡面這個 的布面跟剛剛的鞋盒是相呼應的 超級好看 就很精緻 裡面有附兩個這個鞋帶 訂製的是這一雙 他們最有名的 叫做Princtown的 懶人托 那這雙鞋子其實 如果沒有在研究 他們家的鞋子 會覺得說 欸這顏色好像應該 貴上買得到 但其實他們家 現在這雙鞋 就基本上就是出 黑色跟白色 其他色可能就是一些季節色 那訂製鞋就是你可以選你想要的鞋型 我記得當時就是 有這個鞋型 然後也有毛毛的 還有一些其他可能特殊皮革之類的鞋款可以選擇 那因為我這雙實在是覺得太好穿了 我那雙白色已經被我穿到 超級無敵爛的 就那雙鞋應該要被我丟了 但是我到現在還是在穿 因為他真的真的非常的好穿 那時候訂製鞋只要可以去訂這個款式 然後又可以選自己想要的皮革的時候 我非常的心動 然後我就選了這種 有一點點 他算是有一點點藕色加咖啡色的感覺 然後他前面這個金屬也是可以自己選的 我記得有古銅色跟銀色 那我是覺得配古銅色會比較出色 那訂製鞋就是可以選皮革的顏色 還有金屬扣環的顏色 然後他在這個鞋底的部分 這邊可以刻字 我就是放了我的Initial Stella Light 所以是S跟L 那這雙鞋子我穿的是39號版 非常非常的好穿 這雙懶人的鞋真的是 我心中我覺得 目前就是跟香奈兒啊 或是跟艾瑪士那些相比起來 我覺得他們家這款真的是最好穿的 而且完全沒有任何就是磨合期 我真的是一拿出來穿上去之後 他完全沒有刮過我的腳半次 所以我現在出門呢 有極度愛穿這一雙鞋 然後我覺得這顏色很好看 而且就是相對於白色來說 他比較不容易長 雖然前面鞋頭 已經開始有一點點使用感受了 因為我大概穿了五六次以上了吧 非常非常的好穿 好 再來是Lang & Chanel 我又失心瘋買了兩個小肺包 沒錯 我其實呢 有告訴我自己就是 不要再買小肺包了 可是當天看到實在是覺得太好看了 想說算了算了都要過年了 想說過年可以用 然後過年根本沒出門 就是沒有認真打扮出門 所以這些包包到現在都還沒有用 所以我到現在都還沒有打開 喔 真的超小 OMG 好小 真的好小一個喔 天哪 買的是這個 他們新款的 牛仔肺包 我自己亂取名的 然後這個就是牛仔布料的嘛 然後是黑色的 上面就有一些顏色的 印字 然後前面這個 LOGO 是金色的 它打開 裡面就真的超小 我沒有給你們 我沒有給你們 它裡面就是 可以放卡 然後我看看放不放一下口紅 口紅來釋放一下香奈兒這一支 這支口紅我實在太喜歡 然後 有十支影片 有九支影片的口紅 都是用 這一個 顏色 我會把連結放在底下資訊欄 如果 喜歡的話可以去逛一下 我們來看看 口紅 口紅是放得下的 大概就是一個口紅啊 然後 然後 一些些 零錢跟 卡片吧 它非常非常的小 你們看喔 我給你們看那個比例圖 我的手掌 我手蠻大的啦 大概是這樣 然後它的 這個好像是 腰包吧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它的後面這邊 細節還蠻漂亮的 有一個 垂坯的CC LOGO 跟一個 扣頭 它 我研究一下喔 它的孔洞 總共有 三個 一 二 三 所以可以按照就是 你的腰圍去做調整 我來戴一下 這樣子 有看到嗎 這樣子 它是一個腰包 沒錯 然後這個款式啊 它有腰包跟一個 就是斜跨的那種小肺包 大概比這個 大個 兩倍有吧 但這個是 腰包 你就是 就是 基本上它算是凹造型的 你不用捨忘說 它可以放什麼東西 但是它還是真的 可以放那麼一點點東西 就是口紅跟一些 信用卡 悠遊卡 那類的 那我那時候呢 就是實在是 太喜歡這個樣式了 我就想說 嗯 我好像可以把它當作 腰臉來做使用 因為我 好像沒有他們家的這種 就是那種 肺包腰臉 那類的 我覺得這個很好看 就是夏天啊 你穿個one piece 就是很素色的one piece 或是牛仔褲 搭這個真的 超級好看 然後我看它 其實它也可以這樣子 就是 側背 我跟你講 你們買小肺包啊 就不用想說 嗯 想要它多有功用啦 因為它就是 一個 肺包 然後就是妝可愛用 你看它也可以這樣子 小側背 就是你穿個 小洋裝的時候 你想要有一個造型 你就可以這樣小側背 然後手機 拿在手上 然後這個好好看喔 這真的超級好看 然後是黑色的 我覺得非常的耐髒 然後旁邊就是有這樣子 暢藏出來的這種 鬚鬚 這個 好看 然後另外一個呢 也是小肺包 可是它比較 嗯 相對來說 比較沒有那麼肺 因為剛剛那個其實它是妖鍊啦 我覺得 就把它定位在妖鍊跟澳造型 那這個呢 它能裝的東西 有稍微的 多那麼一點點 買的是這個 買的是這個 這個也是現在櫃上的新款 的小肺包 它有一個提把 然後你們看它的側面喔 看得出來它其實蠻厚的吧 打開 它打開啊 唉唷 好多凹痕啊 它打開的地方有一個鏡子 就是直接戴在裡面的鏡子 前面跟後面的內裡層有兩個卡架 你們看它的這個 裡面的厚度就還蠻厚的 然後你看我這是全新的喔 我打開 你們有看到嗎 這邊 這邊 跟這邊 就已經有壓痕了 欸 我當下沒有注意到欸 好吧 但已經早就過了 我已經不知道買多久了 都已經沒辦法回去 對 我這裡面有 小壓痕這邊 跟這裡 買的當下就有了 而且這個 我根本就還沒有用過 然後我覺得小娘他們家的東西啊 就說真的是很漂亮沒錯 可是我覺得以他們的質量 跟他們的價格 其實有一點點 我覺得有一點點沒有成正比欸 就是他們家的質量 像是你們看這個包包 欸我現在又要吐他們家的包包 就是一般消費者你想說 你花了那麼多錢去買到東西 然後回來發現裡面已經有壓痕 應該是沒有辦法 接受吧 我自己是會覺得就算了 因為 畢竟東西用了就會有使用痕跡嘛 但其實這都還沒有使用 它就已經有痕跡了 這個小費包呢 又沒有說到 很便宜 所以我覺得相當他們家的東西 現在就是 越來越貴 越來越難買 可是他們家的那個整個 quality 並沒有因此提升啊 是吧各位 好 然後它的鏈帶呢 是沒辦法調整長度的 它這個還蠻可愛的 它是這樣子 做 在旁邊 然後你背起來的話 就會這樣 立起來 我跨背的話 長度在這邊 是很可愛吧 就是它裝的東西稍微多一點 就是一般比較小型的粉餅 可能就是你們在 開架式買到比較小型的 可能圓的啊 方的啊 粉餅 是會放得下的喔 不過手機依然是放不下 因為他們就是 你知道這個包包就是 一個手長大這樣子 然後我買的是 深藍色 羊皮金釦 它背面是 沒有小費帶的 底部長這樣 還是蠻可愛的啦 但剛開的時候看到有那個 壓痕 你們有發現我有點笑不出來嗎 而且因為我有壞習慣 就是我買東西回來之後 我都不會立刻打開 就是在檢查之類的 我就是會 放放放放到我要錄開箱 我才會把他拿出來看 所以這個也沒有辦法回去 嗯 就是換一個新的 或什麼的 他們應該也沒有新的可以換啊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蠻難買的 好 嗯 就這樣囉 然後它這個扣子這邊是 這種磁吸式的 開罐 算是蠻好用的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囉 希望你們喜歡這次 快速的開箱 之後還想看什麼開箱影片的話 請記得留言給我 然後千萬不要忘記 一定要登入Gmail 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 Bye i know you